当热恋气的激情褪去 在天的行律要灭对生活中的奇异盲算皮 通过恋宗相识相爱的王子文和吴永恩 又参加了另一档真人笑 两人将同住一间小屋体验最纯粹的生活 因为小屋里的物资匮乏 王子文想多争取一些生活用水 就跟节目组讨价还价 你们每天平均需要用几瓶水 我们拒绝回答你这种陷阱式的问题 此小屋非彼小屋 那你还是要看一下 有些小屋是不是每天到做饭呀 大部分的水都是用来做饭 但吴永恩却直接打断了王子文的交涉 直接一锤定音 就一个人六瓶嘛 那我们就一天十二瓶 所以就按照这个可以吗 那每日提供十二瓶 对吗 对 甚至还吐槽起王子文来 如果你没有水会让你这样死的 在这里吗 那没谱这是 那你也太 可能让我们去湖里接水来烧 跟这个水一样的黄 但王子文试图跟吴永恩讲道理时 他却不耐烦了 现在我们俩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要开始产生一些分歧是吗 你有你跟他们相处的方式 我有我跟他们相处的方式 可以吗 我记忆我 我没有去 我没有再讲了 it's ok 控制你怎么去跟他们说话 对吗 最终这个话题不欢而散 二两人的矛盾也远不止这些 午饭时间 王子文想为吴永恩做一道白糖番茄 要不我给你做个白糖番茄吧 那个很好吃 听到这句话 一向较真正的吴永恩立马反驳道 不要说给我做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吃的 你不是给我做 对于这句话 王子文觉得无所谓 哎呀 有这么重要吗 这词 那我给你做件事 也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呢 但吴永恩却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很重要 反映你的想法 跟你的内心 你说给我做 好像是在伺候 而我们是在一起在吃吗 如此咬文嚼字 倒是让王子文的表情 不太好看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瞬间降到冰点 尽管两人之间有些不愉快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为了能吃顿像样一天的晚餐 王子文提出再炒一道菜 还可以吃 洋葱炒肉片 而吴永恩却拒绝了他的提议 不用再肉片 你现在拿出来又太晚了 你要解冻 我们就吃 今晚就吃鸡肉吧 但是你个鸡汤 米饭没有味道 连个榨菜都没有 即使已经知道了王子文的态度 但是当他再次询问时 吴永恩仍然十分敷衍 你要吃哪个 梁葱鸡蛋可以 于是两人便因此炒了起来 但是我也想是个好吃 你跟鸡汤 你跟鸡汤 我应该 不跟鸡汤 他就是照顾 闯完价荷的王子文 独自一人去外面 平复心情 但吴永恩也没有要哄他的意思 而是只倾诉在床上玩手机了 以一个综艺 见他爱你的样子开头 又以一个综艺 见他不爱你的 比太稍外 果然气力见得心性感一过 剩下的又只有磨合气力 不尽能矛盾了吧 不尽能矛盾